本文由明星粉丝团作者夏丽原创,未经允许部的撰载,8月20日晚,如意撰播出了,但是网上的评论却不怎么好,先不说那出了ebook的广告,剧中的服装就让人觉得难以接受。 还有配色,和甄嬛撞相比真的是天超地别,周迅饰演的如意也被批了,毕竟周迅已经老了,不是和眼少女了,虽然眼睛还不错,但是总有累和感,还有观众觉得周迅的公鸭嗓,让人觉得出戏,总之,如意传没有预想的那么出彩,看了如意传,肯定要和言喜攻略做对比,不得不说,这次是余正营了。 虽然言喜攻略也有不好的地方,但是在后期方面,还是非常用心的,配色,服饰等等也比如意传,看起来要顺应很多,周迅主演的如意。 开场是少女让人觉得难以接受,而且很多地方和甄嬛传有着区别,如意刚开始居然和四大哥互相喜欢,刚被言喜攻略,科普了乾隆皇帝和复朝皇后的深厚感情的小编难以接受。 觉得如意传之前的宣传太虚假了,周迅前期的造型挺丑的,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变好。 蛇狮们主演的书胜,一出场就吸引了观众的视线。 贤飞其人,人如其名,温柔贤淑,而且也确实不招乾隆的喜欢。 后期的黑话更是看得人非常过瘾,蛇狮满的演技很不错,和周迅相比没有多少差距。 两人演的同一个历史人物,但是人生却有很大的不同。 演喜攻略播出在前,已经收获了不少人心,如意传本来不战先机,还传出了各种黑料,不受人喜欢也是非常正常的。 而且两部剧本来就要打擂台,其中更是掺杂了不少水军。 每个人的审美不同,小编还是更喜欢演喜攻略。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部,大家觉得周迅演得如意和蛇狮满演得殊胜,哪一个更讨厌人喜欢。 本文内容均为明星粉丝团原创,转载请先联系我们。 谢谢更多娱乐八卦狗血丝逼搭戏,只有关注我才知道我搜微信公众号明星粉丝团的面课声明。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和虎端自媒体。 不代表腾讯网的宫典和立场。